編帔寫 borrowove 大家好 又到智人到時間 之前 我們停了一两个星期 不過都是接回上一次的 rápido 上次講到Gaze刑事的問題 上次應該解釋了Gaze是避漢 避漢簡單來說就是成為一個文化的動物 成為一個象徵體系中的某一個位置 某一個人的前提或條件 為甚麼不是? Gaze是屬於大他者 大他者是甚麼? 大他者是社會、律令、社會、法律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到這條 這個圖叫L圖式 是拉康想出來的 這個L圖式實質上 其實人的文化存在是由這個主體的位置 是這樣過來的 不過這條線 現在我畫了的這條線是一條無意識的線 它主體我們人是無意識到的 所以刑事不是刑事 我們一向都很難意識到的 但又是必然存在的東西 我們這樣說 它就是無意識的 等於上次我們說 我們只是知道 看和避看 即是 施和仙 沒有想像過 其實這兩個東西是一個倒轉 看和避看都是屬於想像界的 只不過是同一樣東西的倒轉 它本身有些基礎 就是避看 所以 其實就說 所以 照上次說 其實很重要 就是 有了這個來自大他者的 這個形式 那個主體才可以運作到 所以 但是 它又不會意識到 它是一個無意識的 即是 對主體來說 是一個無意識的存在 所以 只有在某些很特殊的情況之下 即是 好像上次說 死屍被人畫了傷眼 那種很特殊的情況 你才會 會在意識的層面 是 即是 意識到 某些 這種 Gaze 的象徵 象徵物 那麼 但是 第一講這個 其實這次 我又想接回一個講 其實是想講一套 一個 邪薩克的短片 在網上 在YouTube那裏 就是 YouTube的短片 那 就 跟大家的 那個 跟Gaze 和大家比較關心的問題 就很有關係 那 它就是 那個名字 你如果在YouTube那裏搜尋 因為沒有辦法 那條線太長 是吧 那你搜尋 搜尋 還有按這個 Moral of 這個 享受 這樣 縮短了的 那你總之搜尋這幾個關鍵字 就會找到那條片 那 這個就是 我們上次都講過 一個吊詭 一個撥論 或者吊詭 就是這個本世紀最大的 本世紀最大的 本世紀最大的撥論 就是 最搞笑的諷刺 就是 追求幸福 變成最大的 人類最大的 痛苦來源 原來我漏了一些東西 就是 有一個講座 其實這個講座就是 七月 七月 七月尾 大概一個星期之後 是不是一個星期 可能是本星期 就是 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就應該是 就是 後日 大家看到 我在這裏說話 這個片段出街的時候 是星期五晚 那 星期六 星期日 就是 隔了後日的 這個 五至七點 在旺角巡視 所以有一個講座 就是 宗摩上帝 康托爾 康托爾的無限 康托爾的無限 康托爾的 即是 這個 Infinity的 這個概念 這個講座 其實是屬於 巴迪歐 巴迪歐的 結作 存在與事件的 這本書的 入門性的講座 因為巴迪歐 講了很多 哥德爾 數學家 即是 引用了 用數學來講 這個 即是 人的存在 所以 他 要講 本世紀最偉大的 數學家 叫做 是一位德國 德國的數學家 亦都會講 奧地利領威 數學家 叫做 哥德爾 所以 如果大家對 巴迪歐 巴迪歐 有興趣的話 就 不要錯過了 7月31日 5點 下5點到7點 我現在要拆了它 先講回正題 正題 正題就是 YouTube這個短片 其實 剛才提到 《思維的 moral enjoyment》 這個短片 其實 主要是 當代大他者的問題 當然 以區分出一個 在現代大他者和當代大他者 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如果 按照他的思維方式去想 他的想法 其實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 或者準確來講 就是在1968年 即在所謂的文化思本主義 出現之前的那個時代 那個年代的刑事 或者那個大他者 那個大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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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社會和社會的律令 其實是 跟1968年之後 有了文化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後 是不同的 那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問題 就是 追求幸福變成了本帝 本帝己被戴的這個調話 本帝己被戴的調話 好 調話原因就是剛才也說了 就是調話是因為他是 最大的痛苦來源 其實你去看那段影片很簡單 你去看那段影片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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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到中間 即是給少許耐性 他講到英文 即是那段影片有西班牙人訪問他 好像西班牙人不知道是葡萄牙 還是什麼鬼夜文 然後他自私都是講英文 他講到中間有一段影片 就是其實現在的律令 律令的特點就是 不是叫你勤力讀書 貢獻社會 將自己貢獻給社會 在無意識裏面 主體是不意識到 在無意識裏面 主體是不意識到 或者這樣說 這個是超級虐 這個律令的部分 叫做超級虐 超我 即是如果有讀這個科 可以看到超我 主體是不意識到 既然是無意識的話 主體是不意識到 自己是服從在超級虐的律令之下 在1968年之前的超級虐 他的性就很簡單 就是你要勤力讀書 然後勤力讀書 將自己 將主體的幸福 貢獻給社會 即將犧牲個人 成全大我 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但1968年之後 他認為超級虐的律令 就不同了 有甚麼不同呢 不同的地方很簡單 他就 可以說是倒轉了 就說 律令就是 你要享受 不用寫就算了 你要享受 大家明白的 享受 大家都明白的 而我今次就想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方式去解釋 因為大家都可能會 其實聽 就這樣聽 大家應該頭路正常都會明白 其實 為何說這個本世紀最大的笑話 就是變成這個 你要幸福呢 因為 因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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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變成 變成一個 最大的 寬風來源 可以了 終於擺好這張 那 不要笑 所以 這是一個笑話 對吧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去理解 此事當中都提到 其實本世紀 這個導致了 本世紀另一種精神疾病 叫做抑鬱症 叫做抑鬱症 或者是 憂鬱症 當然 其實 未到1968年之前 都有這個抑鬱症 但是 他出現的原因又不同 或者這麼說 也都可以 具體地說 其實 不是每一個人 就是現在這個時代 比如說現在我們身處這個時代 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因為 這個 這個 幸福的笑話 就變成了抑鬱症 但是 只是這麼說 因為這個原因 而有抑鬱症 抑鬱症的情況 就比1968年之前 是普遍得多 而且是普遍到的程度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將抑鬱症 或是鬱症 視為 應該會在 10年 8年之內 就會超越 這個 超越 叫什麼 超越癌症 成為全球的 所謂 頭號殺手 是嗎 這個提案 就是 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也不一定是 只是因為 超級英雄 另外一個原因 可能是 因為精神 所謂的精神醫療的體制 裡面 將 醫生 所謂的治療師 將 抑鬱症 抑鬱症 當成是糖色的 後果 即是 有一個 人為因素 但是 這個提案 我們回到 去 嘗試解解 為什麼 用索水耳的公式 解解 為什麼 超越的律令 在1968年之後的改變 會令到 會令到 大家這麼痛苦 是嗎 即是 你要享受 本來 譬如說 Just do it 或者是Enjoy 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令到你這麼痛苦 這個聽起來 都不合理 但是 其實我們可以用索水耳的公式 去解解 索水耳的公式 如何解釋惡律令 大家知道索水耳的公式 譬如說 一個花字 例如 上下的次序 大家先不要拿著 次序其實也不太重要 總之運動是 上下下 總之 就是由一個象徵 由一個能指 由一個能指 向著一個所謂的物體 向著一個紫舌的物體 去運動 它是一個垂直的運動 是一個中向運動 就是由一個紫舌的物體 去運動 我們知道 其實 這種情況 我們之前 其實 頭的兩三學 已經解釋過給你聽 如果你用一個圖式去想它 就是 有一個象徵物 然後 有一些東西去象徵它 這個象徵它的東西 永遠都填滿這個概念 譬如說 這個完美的女人 周實娜 又是周實娜 即現在不是周實娜 現在又是Gina 或者是這個 什麼 我也不知道 總之現在不流行周實娜 我流行帝國 Angela Baby 或者誰都好 總之 完美的女人 這個象徵物是填滿這個圓圈 填滿之後 又有靜餘 靜餘 就去到下一個比喻 或者是隱喻 隱喻的特性是什麼 很簡單 你不需要去看文學 那些什麼鬼的文學 文學理論都可以 隱喻就是垂直運動 一個能指 一個能指 向一個指示物體 垂直運動 它填滿水 所以 現在就橫向運動 去到另一號 去到二號 去到二號 都會填滿 大家都已經知道填滿 因為結構上 是永遠填滿的 所以 那就會繼續去 2 3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中間這條線 本來是不存在的 是怎樣出現 其實中間是一個分角 這個分角其實是不存在的 不是說 先有一個符號 跟著有一個物體 跟著就分割了它 不是這樣的 應該這麼說 其實 你可以將這個圖式 這種不滿足 不圓滿 其實都是 超級虎的一個結構 就是怎樣 就是 你在超級虎 現在下了一條 律令的時候 然後說你不准貪錢 不准享受 你要克服內勞 諸如此類 犧牲少和 其實它下了一個S1 譬如說我們當S1是一個禁令 一條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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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下來 其實 官能症患者 一般人 即大部分 官能症的人 結構 其實九成人 都是這個結構 定義很簡單 就是說 會違法 違法了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快感 你違反了 所以它的運動是 下了一條禁令 這條禁令 你向下這樣移動的話 你穿越了這條禁令 穿越了這條禁令給你的界限 即違法 你就可以去到這裏 原本 所以為何 原本這條 即違法 譬如說你做得很辛苦的時候 休息一下 或者是你平時很辛苦內勞 你知道上一代 譬如說上一代人 偶爾享受一下 偶爾已經覺得 不得了 很滿足 甚至乎滿足到 會有少少內疚感 覺得自己這樣很不得 或者很貪 或者偶爾去偷偷做一些 不道德的事情 偷淺 搞女人 喜歡處女 當然這些所謂偷淺 其實本來不是不道德 是因為下了一條禁令 所以變成不道德 所以它垂直的運動 就像那個 能子穿越那個 所謂的 大家想像的 能子穿越那個 所指 去到指示物的運動 其實是一樣的 那是填滿 所以它 你違法 但是其實你違法 同時就認同了法律 你認同是不可以違法的 所以下一次 下一次你就會 每一次都會繼續 通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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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徵性的行為 去拿回 既遵守法律 而這個結構 而這個結構 其實是跟這個想像 能子和所指的結構 是平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能子所指的想像界 就是一個 簡單地說 是一個二元對立 二元結構 或者這樣說 即是男人、女人 它說你 邪惡和正義 和邪惡 其實它是一個想像的結構 其實是一個滿足的結構 但是同時是一個 因為象徵的介入 所以是不會得到滿足 所以才會繼續向前進 簡單地說一句 正如那個符號 那個符號 是永遠是 大家滿足不到大家 這個到達完整 100%到達這個定義 到達這個所指的那個想像 這個律法 既是對這個律法 因為你到達不到 你才可以繼續下去 變成換語 剛才說了 隱喻到垂直 去不到 那個橫向就是一個換語 所以你的慾望可以繼續 即是你 所謂的慾望 就是要通過語言 即是一個隱喻 即根據這個語言學家的角度 是一個隱喻垂直 和一個換語 橫向的運動 你才可以繼續 無止境地欲望下去 同樣這個 同樣這個 超過的那個律令 本身又是 和這種結構是平衡的 所以為何在1968年之前 大家是會快樂一點 為何呢 因為它禁止你快樂 所以你便可以通過 禁止你快樂的時候 第一 你可以通過 第一你可以偷偷地 偷回一些快樂感 那你就OK 第二是為何呢 第二很重要 就是你容許你不快樂 你不快樂 沒有人會說你 是吧 即是你不享受 你不大魚大肉 是吧 不穿到周生命牌 沒有人會說你錯 那你便 即是超過不會說你錯 你知道了 剛才也說了 上次也說了 既然主體其實在無意識裏面 是完全受制於社會的律令 社會和律令 即是完全受制於大他者的刑事的話 其實它完全是沒有辦法不遵守的律令 它一定會遵守的律令 只不過它無意識 它以為這個律令所禁止的事 是它想自己個人 真是以為它內心想要的事 例如它見到 即是它見到哪一個 例如陳古希這樣 嘩 即是 厲害厲害厲害多女 他便以為 他便以為 跟這個競爭 跟這個 阿希哥 阿里克森 阿里克森 是否叫阿里克森 不是叫阿里克森 叫阿里克森 叫阿陳冠希 在競爭 但其實 他是在服從整個超過頭 所以 其實最重要的是 超過頭的超過 容許你做些甚麼 不容許你做些甚麼 禁止你做些甚麼 禁止你做些甚麼 他禁止你的事 也同時是他用 另一方面是他所容許你的事 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現在 你可以這樣理解 現在 1968年之後 那個S 那個禁令的超過頭 就不是說 你現在不准你 畫一條線 不准你穿越下面那條線 他現在是說 要求你 是穿越那條線 是要求你穿越那條線 變成 結果是怎樣 那個結果 你就會出現一個 反向運動 因為 實際上 這個穿越是一個 一個穿越垂直運動 是一個反向運動 是由於 我們 某種想像 是符號不能夠穿越 當然 這個想像是符號本身製造出來的 有了符號才有物體 這個世界 我們想像中的世界 是一個反向運動 所以 那個反向運動的時候 變成 你 這個 那個 剛剛說的兩點就出現了問題 第一 就說 他說 他不准你法律 你可以偷偷你法律 你是否可以反過來說不偷呢 這樣 又不是這樣 因為這兩點不是對稱 是嗎 第二 你呢 是不容許你這個 不大魚大肉 不追求多點兒子 和追求多點女兒 即呢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簡單地說 簡化地說 如果之前 如果你是1968年之前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不開心的話 如果你是不開心的話 如果你的人是 又沒有兒子又沒有女兒 或者又沒有錢 其實呢 都會 都會 都會覺得 有問題的 但是呢 沒有那麼有問題 因為呢 因為呢 其實你 交過功課 就是你要盡責 如果你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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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拿不到的話 其實呢 某方面 那個超級虎的那個 那個力量 是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那麼 但是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呢 如果你現在 一方面你要滿足它 對你的要求 那個要求沒有變 都是要你 就是要你 有達成的 就是有這個程度 但問題是現在呢 就是你不可以 如果你盡責 你也拿不到的話 其實呢 都 都是 會有一個所謂內疚感 而這件事呢 就是 在文化上面 就是為什麼呢 在文化上面 就是 現在那個 所謂的 會成為 就是 當今 好像感冒 那樣 那麼流行的一個 就是 病症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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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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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